数月前,本栏曾赞写文章分享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并提到元宇宙在现时的科技条件限制下,估计最快环要十年或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 投资者无必以长期思维去看整个产业,不然很容易在资本市场的短期狂热中蒙受损失。 但是事后看来,或许不者过于谨慎,自Facebook本月宣布把公司名字改为Meta后,并承诺每年最少投入100亿美元在相关领域中。 投资市场随即对元宇宙作出强烈吹捧,只要是与元宇宙稍微有点关联的公司,都会引来资金炒作,股价表现强劲。 微软创办人概迟,Bill Gates,曾经说过,我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会发生的改变。 低估未来十年将发生的改变。 过往会当有一些新概念出现时,投资市场总是热烈地追捧。 例如过往的3D打印,5G,区块链技术等,其中只有少数概念能够通过时间的验证,并且长期为社会带来真正的价值,创造收益。 当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公司将全力投入元宇宙时,不者是对其执行力抱有一定怀疑。 毕竟Facebook过往的track record只是一般。 同时,现在的Facebook面临外优内患。 一方面担心年轻用户的流失,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监管冲击等。 该公司急需为投资市场创造新的故事,才能激发投资者对公司的热情。 现时元宇宙的搭建大多数只是维持在平面二维的阶段。 距离真正应用还有一大段距离。 不者深信元宇宙的关键特性是亲力奇景及沉浸感。 需要大力提升用户的感官体验。 而VR设备变成为实现元宇宙的重要媒介于装置。 用户需要通过虚拟实景、VR设备去进入元宇宙。 至于扩增实景、R,虽然经常也被市场提到。 但是由于其技术沉浸感不足,用户容易被现实世界干扰。 暂时看来未必会成为实现元宇宙的技术主流。 目前,VR设备的龙头企业必定要数上Facebook旗下公司Oculus。 有趣的是,在朱克伯格公开描述元宇宙的美好蓝图后, Oculus顾问John Carmack就在科技会议上向元宇宙潑了一大盆冷水。 相比美好远景,他更多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去分析元宇宙未来发展方向。 并重点提到在Oculus被收购之前,就积极反对探索元宇宙。 因为这将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投入,未来前景不明朗。 同时,Carmack也指出VR设备的性能问题,包括远,硬件方面, 现阶段距离沉浸式应用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当然有设备还未成熟,标准还未成形时, 元宇宙并不会得到大规模应用。 除非能够大规模降低成本,减少用户阻力及扩充内容, 才有机会推动VR普及总的来说, 不者会继续密切关注元宇宙的发展。 同时认为这是科技界未来十年或以上的重大方向。 指示现阶段便要挑选确实中局赢家并不容易。 现在的任务更多事先做好研究。 待稍稍退潮时才慢慢布局。 毕竟这是长期投资。 然后再次做好研究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